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监理沙盒呢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难的金融专有名词 不过其实它是一种创新的实验机制 那所谓的沙盒英文叫做sandbox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公园里面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 在里面玩沙堆成宝的一个概念 好那其实呢现在都把它套入到金融的理念里面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发挥想象力 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在主管机关 也就是金管会的一个监控之下 然后呢在风险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开放跟金融相关业务的一些新创业者 你可以去测试一些创新的产品啦 或者是服务开创一些新创的金融科技 重点是呢它会不受现行法规的限制 而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在2015年英国提出来的 那后来你可以看到新加坡澳洲香港 也都有跟进 现在我们台湾也有哦 而且重点是我们台湾是全球第一个 在立法院三读把监理的沙河立专法的一个国家 好那到底监理沙河具体提供怎么样的作用呢 举例来说保险业它是特许行业嘛 所以呢必须要有执照 你才能卖保险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出国 我们到网路上可能是一些旅游网买行程 可是呢买完行程就会想买旅瓶险 但是这个时候呢旅游平台是不能卖的 所以你顶多只能从旅游平台连接到外部的网站 可能连到了某一个保险业者 然后你要点好几页填好多个人资料 手续非常的繁琐 可是呢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监理沙河 就可以突破这样的法规框架 有很多新的尝试 所以呢就有保险公司啊 跟旅游网提出了这个监理沙河的申请 客户以后就可以直接在旅游网上 用已经注册的身份去买保险 然后前前后后呢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投保完毕 所以它相对是比较单纯也比较便利的 好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实验性值的一个测试 有时间的限制 大概呢我们台湾的部分原则是六个月 那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不错 还可以提出延长的申请 如果透过这个实验被政府认可了 认为说你的异业结盟商业模式是可行的 那就有机会走出监理沙河 然后最后再透过政府修法 转型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链 我们透过报导带您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出国保旅游平安险以后不一定要找寿险业者 带爸妈去旅行 出国遛小孩 义游网与国泰人寿联手在旅游网站上卖旅评险 让网站会员投保可以只花一分钟 运用OpenAPI串接 优化客户投保体验 实验性值的异业合作 其实是台湾监理沙河的第一例 过去在旅游网站投保旅评险 至少要经过十道程序 如今简化再简化 四关就完成 监理沙河就好比让小朋友在沙坑里尽情玩沙 不让大人任意跳进去干扰 许多游走在法规模糊地带的新创业者 可以在主管机关监理下 在实验场所尽情测试创新产品或服务 需要经过农长的审查程序 暂时享有法规豁免 甚至让金融科技的应用 类似一个公告 大家先去做一个体验 那确认说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那确认这个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一定的保障 那确认这个洗钱防治啊 资安啊等等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鼓励创新的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草案 还成三读 台湾成为英国、新加坡、澳洲以及香港之后 全球第五个拥有监理沙盒制度的国家 台湾更是首创将监理沙盒机制入法 所有最新Fintech趋势和运用 都在11月底的2019金融科技展 3D新闻综合报道